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大陆现在大大降了贷款的利率 那么希望能够催动经济有活钱流出 从今年第二季以来 中国的经济复苏力道明显的疲软 那么提振政策里面现在出现了 中国人民银行出手宣布降息 它调降了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 一年期降到3.55% 五年期4.2% 其中五年期的调降是刺激房市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中国的房市现在很低迷 五月份监测70个城市 二手房的房价环比向价的高达55个 包括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二手房价都跌了 20号上海多家国有银行纷纷暂停贷款放款业务 因为相隔10个月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调整新一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正式降息 五年期的LPR主要是房贷利率的定价锚 而一年期的LPR更多于一般企业贷款利率挂钩 在6月份随着存款利率 你回购利率 MLF利率和LPR利率纷纷下调 央行利率体积中的主要利率均已下调了一遍 这回降息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从3.65%下调到3.55% 五年期则从4.3%下调到4.2% 降幅都有10个基点 此次降息可以进一步的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对于提振市场信心 鼓励投资和消费 稳固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中被视为为了提振房市而下调的五年期房贷市场报价利率 试算下来以购买首套房贷款人民币100万 分30年摊还 每月将减少利息人民币58.54元 最终减少人民币2.1万 我们觉得五年期的LPR下调应该是更多的去促进按揭 我们看到其实一到五月份以来这个数据 就是还是并不是那么理想 就是尤其是销售端 虽然终于等到降息 但部分市场人士认为这回力度不够大 分析认为这可能只是促进经济复苏政策的开端 官方还在试水温 但是跟着下去 其实如果是稳步去做 而效果是不好的话 比如说在第三季或者第四季 都有机会可以比如再降上 甚至乎再降LPR都有可能 整个按揭利率有机会下调 总计下调五六十个点次 大陆从第二季以来经济复苏动力明显趋缓 不少国际投资银行调低对大陆全年经济增长预估 华旗预估的数据从原本的破6% 改为5.5% 汇丰则预估的更低为5.3% 方式陷入恶性循环 更是拖累经济的半角石 成交量的层面 其实很难可以回到2021年的高峰 因为其实例如是整体的人口在收缩 还有你会看到出生率和结婚的数字 都是历史升低的 5月大陆监测70个城市房市 新房价格环比下降的有24个 而4月份不过才7个 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新房价格涨幅全收债 在二手房部分 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更多达55个 4个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全下跌 以上海来说 5月成交的二手房仅1.5万套 市场上卖房的人多 买的人明显少 如果我不愿意的话 他们肯定是愿意再继续看这个市场的变化 这位上海屋主蔡先生 自己这套房子已经放在售屋网上 一年还无法转手 而近期跟他同社区要卖的房子 还有约60套 不少都让利降价求销售 现在如果有一街主 他是可以把房价下幅到10%到15%左右 大陆房市低迷 这回中国人民银行的降息 市场认为带来的刺激作用有限 官方想提振经济 预计第三季可能会降准 搭配各类减税降费 效果才有机会显现 TBBS新闻综合报道